大家好,我昨天给大家念了一个原来的国防部长,池浩田上将,在2005年的他的一次讲话。 那么对于这次讲话,到底是真的假的呢?还是接着我以前的思路,叫真假难辩,也得辩。 这就是我们讲课的一个思辨的一个思路。 这个,我再给大家简单重不重吧,就是国防部长池浩田说,解决美国问题,只有用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,才能把美国完好的保留下来。 就先杀人,要保留他这个美国,这些年来我们抢时间,才掌握了这个杀手锏。 我们已经有能力达到突然把美国清场的目的。 邓小平同志还健在时候,中央就高瞻远堵地做出了正确决策,集中力量搞灭绝敌人的这种杀手锏。 生物武器是无比残酷的,不死美国人,就死中国人。 所谓生物武器,就是今年2023年的世界上最大的风险,或者叫凶险。 就是去年,大家已经见到了,就是大规模杀手锏武器中的第二种,就是生化武器。 第一种,当然就是热核武器。 热核武器就指的是原子弹、氢弹。 这个生化武器呢,现在在中国大陆正在肆虐。 那么到底这种生化武器是哪来的? 昨天还是前天吧,美国众议院选出来一个共和党的一个人,叫麦凯西。 他出任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。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有一节目,就有人要纪念彭丽发。 彭丽发昨天呢,是39岁,49岁生日。 也就是在11月13号,在北京海淀区四丛桥上,那个勇士,那个英雄,彭丽发。 现在呢,传说他是东北人,他也有女儿,他也有夫人。 这个昨天呢,是他的49岁的生日,所以大家伙纪念他。 那么像这些消息,你说他真的假呢? 我相信他是真的。 所以昨天呢,节目中还有人问,你觉得彭丽发在哪呢? 这种问题,我怎么能回答呢? 说他现在还没,还有,还活着没活着呀? 我自己的判断,我认为他已经死了。 因为共产党杀人如麻,他是公开的,在10月13号,他在四丛桥上, 向习近平挑战,他就说,他那口号他都知道了,他最有利的一口号,他就说他们是独裁国贼。 说对不对,说的完全正确。 中国在近代上,我们见到的国贼,当然第一个就是毛泽东,所以我们叫他毛贼东。 为什么呢? 他把中国的土地,他不是卖,你要说卖吧,你得收点钱吧。 他送,所以我们说他是宋国贼,宋什么呢? 宋我们的中国外盟,一百多万平安公里的国土,他为了讨好萨林, 萨林呢,要支持他在中国大陆当皇上。 那他怎么当皇上呢? 卖国,卖国还不是卖,宋国。 所以你要说第一个,最大的一个国贼,就是毛泽东。 那么第二个,国贼那就是江泽民。 他呢,在当政的时候赶上这个当时大清政府,清国,给跟这个所谓老沙皇,新沙皇,定了一个不分等条约。 就是把海山伟,还有江东,六十四屯等,就是东北,就是外东北这些地方,隔让给了。 老沙皇,新沙皇,现在的普京,他带当一把手,他到期了。 到期呢,英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,英国,我们大清国,隔让了香港,给了英国。 他有条约,大概是一百年,九十九年,到期了。 人家英国,在一九九七年,按照条约,把香港,还给了,我们的中国。 所以我们有一话,叫在香港恢复,行使主权。 这就证明,你跟英国打交道,英国是一个,现在来讲,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。 但是与此同时,你跟俄罗斯打交道,它是一个非常野蛮的国家,一直到今天,今天俄罗斯这条疯狗,普京这条疯狗,还在用这个热武器。 不是冷兵器,热兵器,但是不是核武器,他在打进乌克兰,一直到现在,他快打了快一年了,已经有十个月,十一个月了。 所以说俄罗斯是最凶恶的一个人民的公敌,那么第二个谁?第二个,当然就是习近平。 为什么呢?他完全没有是非,他跟俄罗斯,跟普京俩人勾勾搭搭,所以现在呢,人家发达国家,文明国家,已经说了,现在地球上最危险的两个人, 一个就是普京,一个就是习近平,这两个人,勾勾搭搭,正在日本海搞军演,就是他们的军舰,航母舰等,就一直到现在,所以2023年,当然是个凶险之年,因为这两个小子都有核武器。 有人说这种事,你能分一分,我跟你们分一分,在170年以前,马克思恩克斯写的共产党宣言, 那么我们中国是共产党领导,对于共产党宣言,小时候我们就学过,到了邓胡赵的这个年代,邓小平,胡耀邦,赵紫阳,一直从华国锋,叶剑英, 这个汪东兴和李钦,他们开始,就不怎么提这事了,到了前两年,这个习近平讲,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,极其荒唐,共产党宣言怎么讲呢? 他说我们共产党人,不屑于掩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,我们公开宣布,我们就用一切的暴力的手段,来推翻人类的一切的现存的制度。 这就是薛严利说的,已经说了一百七十多年了,还有这句话,就是我们是不择手段。 当时呢,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民选的领袖,马丁·路德金有一句话,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,打倒美好的目的。 因为手段种子的目的数,还有我们中国的前几年的军人,少将,我都见过他们,他们就写了一本书,一套书,叫超限战,超限战就是不择手段,只要能够打赢,能够把敌人杀死,我们就不择手段。 所以后来,我在网上一查,有一套书,超限战和这个金融超限战,科技超限战,什么这个那个,一套的,一系列的书。 当时我在中国第二党报上,官媒日报,我看见过,超限战就是不择手段。 所以说,你从这个国上宣言,他就这么讲,我们是一个幽灵,幽灵就是一个邪恶的灵魂。 这是国上宣言里公开说的,你从这个解放军当上,他们也算将军吧,好像是少将,他们就写的这超限战。 还有,你再看,共产党干的事。 共产党干的什么事呢? 你比如说,这个,中国第一次有了飞机,斯大林给的,斯大林给毛泽东的十架图四远程重型轰炸机。 他们第一次实战,就是轰炸李唐,八唐和湘城的寺院,就是轰炸藏族的寺院。 寺院人家就是一些僧人,也就是说藏族的知识分子。 而我们中国有了空军,第一次就炸他们寺院。 1956年3月29号,解放军两架图四重型轰炸机,就斯大林给的,从陕西武宫机场起飞,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李唐县。 当地最大的寺院,李唐寺院,这是图四轰炸机第一次进行轰炸。 你可以想想这个,这个恶毒的程度。 苏林萨林,他给了毛泽东轰炸机,干嘛了?第一次轰炸就轰炸人家藏族东包。 他说,当时的藏人根本就没有见过这种飞机,没有一个词来形容它。 看见一个像大鸟验会飞的东西,往四眼扔东西,也不知道那叫什么东西。 后来告诉他,那叫炸弹。大概有两千名藏人在李唐寺镇压中死伤。 所以你从这个共产党干这事,他完全可以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。 所以我就讲嘛,你对于真假难辨,你怎么辨啊?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他们当时说的什么话,他的元件,你不可能知道。 你不要说这个赤浩田他在五六年,05年,05年他在讲话。 你就是说去年2022年,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,我们都看见了。 当时当过八年军委主席的胡锦涛,当过十年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同志, 他已经八十,接近八十高龄了,他坐在那个二十大主席台上,他想看看他桌前面放的文件。 这边他想看,这边栗战书,人大委员让栗战书摁着他,不让他看。 后来胡锦涛就想往这边看看,想看看江泽民呢,不是,看看这个习近平他那前面那个文件, 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,也不让他看。 那有人就问了,你可以问问他们呀,说你可以问问习近平和栗战书,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前总书记看? 有这可能性吗? 所以我一再说,对于这种智罗罗的诈骗行为,你只能是分析。 所以还是那句话,这些事情你看见了,他真的假的呀,我认为他是真的, 因为大家都看见了,但是什么原因呢?不知道。 所以我们就得辩,辩就是辩论,辩护,辩别。 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,就是从这个实际情况来讲, 中国人民警方军有了空军,给了他们几架重型轰炸机, 第一次他炸,他就炸人家藏毒,死,炸伤,两千多人,而且在寺院炸的。 这些事有人可能不知道,不知道,我给大家强调强调。 所以我就说这个,现在我们讨论这个,石正丽这个中武毒所, 他叫武汉病毒这个实验室,或者给他简单的启名叫武毒所, 他是一个病毒研究所实验室,全世界据说有十几个保密级最高的, 我们叫P4级,因为病毒它会传染,所以就得有防护措施。 防护措施呢,有1级,2级,3级,4级,这是最高等级的4级,叫P4级。 那么这个现在呢,美国这个共和党的议长, 他在昨天还是前天,他已经当选了。 他讲过几次话,他上台以后,他要公开的来追究, 三年以前武毒所的泄露这个病毒,到底是怎么回事? 那么这些事呢,我们也是真假难辨,但是我们也得辨, 因为这事是关系到我们地球上80亿人, 或者说关系到我们中国有14个亿,海外华人大概有1个亿, 所以现在在地球上的华人大概是15个亿。 所以这事呢,我给大家再讲解这事,就是讲解怎么能够真假难辨,也得辨。 所以有人就说了,那么池浩田呢,这个讲话,哪呢? 你在网上可以搜,搜,那搜出来的话是不是真的呢? 不一定,所以我们要辨,这个,有人就点评了, 说这个思想是太邪恶的思想,太邪恶的心,毫无掩饰,如同恶魔。 一个政党要吞治另一个国家,要统治奴役全世界,全人类, 这是邪灵作祟,愿全能的上帝灭除邪恶的这种作恶者。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伙的反应呢, 昨天,前天我们做完了节目,有人也给我留言,也这么说的, 说你说,你干啥啊,是人家陶浩田说的, 你有什么根据? 我的根据就是在网上查了一下, 他这个言论是2005年陶浩田做的, 但是他做的是真的假的,会不会有人给他造谣呢? 所以我现在,刚才我给大家就是分析他, 就说共产党能这么邪恶吗?就这么邪恶, 超出的想象,我的亲身经历, 34年以前,1989年6月3号晚上, 到6月4号上午, 小平调动了20万,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军,又叫野战军, 开着主弹厂客,手拿自动武器, 就从西长安街到中安街, 由东长安街到西长安街, 完了就打死了游行的和静坐的和示威的这些北京市民和学生, 光我们人民大学的学生就打死了我们八个, 这是我亲眼见, 你们没见到, 你们34年以前你们没见到, 你们就想能这么邪恶吗? 还就这么邪恶, 超你的想象, 这是我亲眼见的, 有人说死多少人呢? 死了好远, 有人说, 我一再说, 你怎么知道呢? 我跟我们一个老朋友, 当天早晨, 我们骑自行车, 我们看了四五个医院,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, 我再给大家说说, 我们找到了府行门外的一个北京儿童院, 离我们家最近的医院, 又到了府行门外大街比较远的一个医院, 就是府行医院, 又到了府外医院, 府外是府城门, 刚才我说的是府行门, 后来我们又到了一个医院, 就是宣武医院, 宣武医院离我们家也不算远, 因为我们家就在宣武区当时, 就这几个医院, 我们去数被打死的这些人, 大概就是几百人, 有人说哪来的? 我数的, 你们没看见, 有人说你怎么数的? 我说我们到医院去医院也没什么人, 当时大地儿也没什么人, 我给我们的老同学骑自行车, 把自行车放在医院门口, 我们就进去了, 一进去, 在那个医院的楼道里, 一排一排的, 拿白布盖着的尸体, 那我当然知道那尸体了, 但是我们呢, 还得看看他, 就是说你这个白单子, 你这底下, 这盖住的是尸体还是模特啊, 什么叫模特啊, 因为当时我们走到西单, 看见一个, 全身粉红色的一个男子, 当时我们乍一看, 我们觉得是服装模特了, 后来发现不是, 所以我们第一次到, 这医院看的时候, 他拿白单子都裹着呢, 都盖着呢, 那怎么办呢, 我根本就突然就上上了, 咱们先来看一看, 我们就先一个脚, 摸摸脑门, 为什么呢, 如果他要是塑料模特, 他就是凉的, 但是我们摸他们脑门说, 当然他们死不久, 不到, 不超24小时, 所以还是问的, 所以这就是我亲自的, 数的, 调查在的, 而且我可以敢保证, 我看的那都是死尸, 不是模特, 也不是塑料的那个, 什么模特, 我数了数, 大概就几百个, 上没上千, 没有上千, 所以有人说成千上万, 我不同意, 我认为是成百, 有可能上千, 但是我没有数到千, 我数到大概是, 三五百, 或者是二三百, 具体的数, 也不, 因为也不全嘛, 因为你想, 他打了一宿的枪, 第二天早上, 也就是六七点钟, 或者五六点钟, 我们就去了, 那就是半夜打死的人嘛, 所以我就想, 共产党的邪恶, 你们不知道, 或者说你们知道, 你们也没有这种亲身的经历, 所以我就讲这个, 这个吃好甜的这个讲话, 真不真, 我认为, 那可能是真的, 为什么真, 我给大家讲这个道理, 一个是共产党的党员, 入党申请入党试词的时候, 他们有一试词, 我最愿加入中国人的党, 我听从党的指挥, 我保守党的秘密, 中国有一句话, 好事不被人, 被人无好事, 你保守党的秘密, 什么秘密, 干的缺德事, 谁干的, 共产党, 干什么, 无数缺德事, 所以我一说到, 我就非常气愤呢, 有些人还跟我辩论, 你怎么知道, 我当然知道, 我活到76岁了,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, 不光我知道, 你去问问, 很多人都知道, 只是他不说, 或者他不敢说, 有人说那你怎么敢说, 我在美国, 我怕什么, 再说我已经76了, 我最多最多, 我在花二年, 我活到95, 对, 我当然要说, 实事求是, 实事求是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训, 实事求是, 我为此付出代价, 从去年11月, 人民大学校伴给我打一电话, 他把我开除了, 他的意思就是, 给我停个, 基本养老金, 一分钱就不给我了, 我已经有一年多, 我没有基本养老金了, 其实我在中国, 我干了教师, 我就干了五十多年, 我是从1968年, 我就下乡, 我就到了北的荒, 农场, 种地, 我种了十年地, 我每个月工资是32块人民币, 我的工龄也是四五十年了, 人家当时给我的这个养老金, 养老叫什么, 基本养老金, 他不给我了, 这就是我实事求是的代价, 我不怕, 我再活二年, 我死, 对不对, 所以说有人说, 你怎么敢说, 我当然敢说, 这种事, 实事求是, 我能不说吗, 所以我再给大家, 不光是说, 我给大家分一分一, 所以有些人老跟我, 就是老跟我什么来了, 就是他是比较那个, 阴暗心理, 他有人就问我, 说你是不是大外宣的, 我怎么是大外宣呢, 我一再跟他们讲, 我没有入过队, 我也没入过团, 我更没入过党, 我怎么成大外宣了呢, 有人说你有没有代言, 我有啊, 我干了一辈子, 应该给我退休养老金, 他们不给了, 我已经退休十一年了, 这就是习近平的邪恶, 你说我犯什么错误, 或者我犯罪, 你给我依罪名, 后来我找了一个律师, 他们就写律师函, 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办, 学校办公室, 到现在一年了, 没人理我, 因为我人在美国呢, 我也不可能去, 到北京到人民大学问问他们去, 就到, 就这就是, 这就是, 我又说你有没有代价, 我当然有代价, 但是我不怕, 所以我一再说, 真假难辨, 难辨也得辨, 我在这办了几个自媒体, 我只能在美国, 利用他的一定的言论自由, 我来表达我的意思, 所以待会呢, 我再请你那个, 石正丽这事也是一大事, 就是今年这个, 昨天还是前天当选的这个, 共和党这个, 众议院的议长, 麦卡锡, 他已经说了, 就是他要成立一个, 好像是关于中国的一个委员会, 他要干这几件事, 一件事就是把三年以前的, 这武汉这个病毒, 他要查出来, 到底怎么来的, 这里头我一再说, 我听了好多内部的人的, 学术观点, 他们给我说一个比例,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, 他们说根据他们的研究遗传学, 研究病毒学的, 这个基因呢, 所谓的重组, 就是有人工的痕迹, 我再给说一遍, 据他们跟我说, 几率3.8%, 也就是说96.2%是自然演变的, 有3.8%人造的, 人工的, 人工有,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, 有,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, 一名, 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, 于2018年11月, 在中国健康诞生, 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, 经过修改, 使他们出生后, 天然抵抗艾滋病, 消息公布后, 涉及到的, 伦理问题, 立即引发国内外学界, 强烈的质疑和谴责, 严重的生命伦理问题, 有关审查, 行通虚设, 直接进行了人体实验的, 用疯狂来形容, 基因编辑技术, 可以做到, 可以做到, 这个, 什么做到呢, 那就是, 可能托把, 托把是一个学术的名词, 就这种基因编辑, 它的用意应该说还是好的, 它在, 它编辑这个基因的, 这个婴儿的基因, 经过修改以后, 它使得这个, 这对婴儿呢, 一家鹿鹿一个娜呢, 这个婴儿呢, 它就有抗艾滋病的, 遗传的所谓的因素, 免疫力, 但是如果脱把了呢, 那么不确定性和风险, 就更重要的是, 伦理危险风险凶险巨大, 这样的话, 这个人呢, 他叫贺建奎, 已经被, 已经给判刑了, 判了, 由咱们的广东省的, 好像是深圳, 他们的法院, 已经把这贺建奎, 判了三年有期徒刑, 但现在, 他是2018年干的事, 所以现在已经出狱了, 所以我就告诉你, 这种风险, 包括有人怀疑石正丽, 和这个解放军防化兵的, 一个现役的少将, 陈威将军, 就他们干的事, 我相信, 因为共产党多个鞋子, 他都能干得出来, 你想, 我刚才给他举的例子就是什么, 你从实践上来讲, 他们用第一批轰炸机, 他们轰炸人家西藏的寺院, 炸死炸伤, 两千人, 你们想, 还有就是六四, 我亲眼看见的, 人家学生, 悼念胡耀邦, 他们就用主战坦克家自动武器, 打死北京人数百上千, 打死我们人民大学八个, 那里有我的学生, 那八个人的姓名以后, 我再跟他讲, 你们要怀疑, 我可以给你们讲, 我那些学生有的我教过, 有的我没教过, 但是他们都是人民大学的学生, 有一个是高中生, 叫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的高中生, 他妈妈我认识, 他妈妈叫, 丁子林教授, 丁子林教授比较大, 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, 我丁子林教授, 还有他的丈夫叫蒋培坤教授, 我们那两个教授, 蒋培坤现在已经不在了, 我都认识, 我们都一块谈过话, 我们也到他们家也看过几次, 所以你们要怀疑共产党的邪恶, 我就给你们举例子, 太邪恶, 不是一般的邪恶, 所以昨天, 我们看那个纪念四中桥的那个, 彭丽发勇士, 有人说, 他怎么没有了, 我当然没有了, 共产党就是由于作贼心虚嘛, 对对, 他就不告诉你, 哪去了, 你去问, 人能告诉你吗, 但是昨天有几个人, 问出来他的一定的信息, 就是彭丽发是东北人, 他的夫人好像叫韩阳, 他还有个女儿, 这些都给他找出来, 但是很不容易啊, 所以昨天有人就悖论, 说彭丽发哪去了, 问我, 我说我的判断就死了, 早被共产党干掉了, 你想, 共产党在中国干掉了成千上万人, 干掉一个彭丽发, 有没有可能, 他有可能了, 为什么他直接挑战习近平, 你想二十大之前, 他告诉习近平是, 是这个独裁国贼, 你这话, 登在四通桥上, 而且有条幅, 有这个, 据说还放了一些烟雾, 还有一个放声, 这个事都, 别人都照下来了, 因为他, 他在四通桥上, 那就是大伙都看得见, 四通桥是, 当时是, 四通海电区有一个民办公司, 叫四通公司, 他们, 以他们的名字命的名, 叫四通桥, 也是在这个三环路, 北三环上的一个交通要道, 有一个丽交桥, 据说彭丽发在这桥上, 活动了大概是几十分钟, 干什么, 抗议, 冒的风险就是被干掉, 现在他就失踪了, 失踪了现在就有可能已经被干掉了, 因为共产党干掉, 人多了去了, 你想一想, 所以说他们就问我, 你相信不相信, 我说我当然相信了, 再说这个施政立的事, 就是这个五毒所的这事, 就是说, 就是昨天, 今天, 美国的议长, 发誓, 要成立一个, 某个国会要成立一个, 关于中国的一个, 专门的委员会, 就要讨论这事, 就要查这事, 因为美国有十几个情报机构, 一定要查出水漏石出, 到底你这个, 你这个病毒怎么泄露的, 是不是人造的, 我认为他不是, 他只是修改了, 我们叫做那个基因, 他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, 使得呢, 这种技术, 是很多地方都可以, 很多人都能掌握, 他就利用了修改基因的技术, 把艾滋病病毒的, 一个碎片和这个, 冠状病毒, 他给搁一块去了, 这种病毒原来没有过, 原来都是自然演化的, 他这种病毒就有了人为, 人为的比例, 我再说一遍, 根据我这些老朋友, 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, 他们认为, 这个人工的比例是3.8%, 那么96.2%还是自然的, 所以基因生化武器, 没有完全研制成功, 就相当于44年, 热核武器原子弹清淡, 还没有研究成功, 到了45年研究成功, 45年的8月6号, 和45年的8月9号, 美国的这两颗原子弹, 就扔在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, 你才知道, 世界上有大规模的杀人用武器, 现在呢, 生化武器正在研制, 这我百分之百的相信, 谁在研制, 谁都在研制, 中国政府在研制, 美国也在研制, 就相当于美国有了原子弹, 苏联也有了, 后来英国, 法国以及中国, 包括现在的印度和巴斯兰, 以及以色列, 甚至于南非, 不是南非, 甚至于伊朗, 现在还有的一个, 那就是这个北朝鲜, 我们叫金三胖, 所以这些研究这种武器, 正在研究, 研究没研究成功, 不断的完善, 所以说生化武器, 是不是正在研究, 百分之百正在研究, 研究没研究成功, 或者有没有什么, 还有完善点, 当然有, 所以我就一再说, 23年, 最大的一个危险, 就是他把那个冷战, 他变成了温战, 去年就是温战, 今年有很可能变成热战, 热战已经有一部分了, 比如说普京, 侵犯乌克兰, 打的到现在, 打的就是热战, 但会不会升级到热战大战, 完全有可能, 所以我一再说, 2023年, 我的这个题目, 我上次也讲过, 我已经把高风险社会, 升级为高凶险社会, 我今天先给大家讲到这, 我再过一两天, 我接着给大家讲, 就给讲这些最敏感的问题, 怎么办, 如何二三年, 避免高凶险社会, 就会来的地方, 谢谢大家